中部山區的民眾感受很明顯 幾乎每天都有 比較強烈的午後雷震雨 接下來還是要注意 類似的天氣型態 目前臺灣北方一波封面 停留在日本長江一帶 跟臺灣還有一段距離 目前對天氣不會造成直接的影響 所以下週還是以午後雷震雨 為主的天氣型態 另外週三之後 太平洋上方的雷震雨 有機會持續的往西推進 籠罩在臺灣上空 帶來非常高溫炎熱的天氣 所以目前觀察下來 美雨季已經過去了 天氣會越來越熱 尤其是西半部高溫 幾乎都會突破35 36度左右 部分地區的紫外線指數 已經達到危險等級 外出一定要注意高溫 小心防曬 而接下來的降雨趨勢 週末兩天包含大臺北地區 中南部山區 同樣都可能會有 有比較明顯的午後雷震雨 另外東部山區 也有比較強烈的熱對流 所以幾乎都是早上炎熱 滋外線強 到了下午要注意瞬間的大雨 以及雷擊等等 比較突發的狀況 到了週一週二 降雨的範圍擴大了 尤其是中部山區 可能會有比較大的雨勢 所以要特別注意 如果要到山區的西邊玩水 中午過後 有看到山頭比較厚的烏雲堆積 一定要趕快下山 避免劇烈的天氣 甚至是溪水暴漲 而到了週三到週五 太平洋高壓往西邊增強 慢慢籠罩在台灣上空 所以整體的水氣減少非常多 平地不會降雨 只剩下山區 會有零星的降雨 不過全台都可能會出大太陽 所以白天一定要注意防曬 而溫度走勢的部分 北部地區整周都維持在高溫 低溫也維持在停留在27、28度左右 基本上衣櫃可以全部換季了 下週一、週二水氣比較多 高溫率為下降到34度 到了週三 太平洋高壓增強 溫度會再度回升 整天的高溫35、36度 低溫28度 南部地區尤其要注意局部的極端高溫 像是今天雲林就有出現 38度高溫的機會 要注意幾乎整周高溫都在34、35度左右 地溫也有28度 外出一定要多補充水分防止中暑 接下來看到各地的詳細溫度預測 北部地區要注意高溫 大約是28到36度 中部地區27到35度 要注意山區降雨 南部地區27到34度 東部地區27到34度 還是要注意早晚降雨 外島地區大約27到33度 小叮叮的部分兩點 明天開始西南方海面 平均風力將增強到6到7級 雷雨區最大陣風大約10級 船隻要特別注意 另外是要做好防曬 這幾天中部和大台北盆地 中南部近山區的地方 溫度比較高 而且中午紫外線指數偏強 可能會來到過量甚至是危險等級 外出活動務必要做好防曬 並且多補充水分 以上這節中事情